HELLO,大家好,我是Helie 剛剛做完一個身體治療 這裡是他們的廁所 因為沒有穿衣服,就免得拍那麼多 平時在IG Story都分享了很多 一會兒很想大家陪我做人生第一次的直眼節目 我沒做過的,我做過蛋白,但沒試過真的直眼節目 不如一起去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我到了,這裡的環境好像日本的和居一樣 很漂亮 有單巾和開花型 原來除了選款外,還可以選不同的效度 完成,完成了,給大家近一點看看 我做了這個,是逐條逐條摺的 然後我覺得簡直是偽素眼的新景點 自這個紋眼線 然後沒有了,做完假眼睫毛 已經是一起來自帶妝效的感覺 整個過程我都覺得很舒服 閉上眼睛就已經什麼都完成了 所以是一個很開心的體驗 好了,今天我們有一個重要的任務 就是巡地產店 沒錯,看出牌都很興奮 哈哈哈 去看樓好不好 很頑困 我們不是買樓,不用擔心 我想大家應該有興趣在長洲那裡 可能去看地產 然後去看房子的情況是怎樣呢 不如帶大家一起去經歷這件事 跟外面的地產一樣 都是會分有些盤是買賣 有些盤是租的 然後我們主要看的就是不同的租盤 長洲大約有四至五間的地產店 其實我們都沒有特別看哪一間的 有哪些適合就去看看 我不知道屠市區那些有沒有分別 因為在市區我沒有租過樓 另一間地產 我們已經有心想看哪幾個單位了 不是,這些是賣的 我又拍錯了 大家猜不猜到我們會看哪些呢 今天看的這個單位就是這樣的 咦,為什麼有一個滅火通在這裡 有廚房 廁所 它好像還沒收拾 因為它這裡還在修製 有兩間房的 你要出露台是不是 而另外看的這一間就是open kitchen的 它的廁所,Hi 反而是無乾濕分離 一樣都是兩間房 而另外這間房 大家可以看到的裝修是新鮮很多 但是它的價錢也貴很多 好,我們走吧 走了,走了,走了 走完一轉回來 剛才在外面不太方便說 為什麼我們會無緣無故走去看房子 不如坐下和大家簡單交代一下我最近的狀況好不好 市隔一年 沒錯,我們又要搬屋了 在10月11月的時候 我們就收到業主通知 想收回這個單位 然後告訴我們 農曆新年前就想我們交給他 當時是挺晴天霹靂的 因為我們住了一年 然後又很喜歡這裡 但是沒有辦法了 這個就是租房的缺點 然後早前我是望到翻天覆地 買了機票,準備去旅行之際 家人的身體狀況就有問題 要去醫院做心臟手術 那一陣子我就要工作,剪片,拍片,準時出片 以及要出入醫院 是完全沒有時間想這個搬屋,暈屋的事 然後去完旅行覺得一切都搞定了 可以去找屋的時候 我們就中了COVID 那就要隔離了 搞一下搞一下 就去到最近這一陣子 才有時間去找屋,去看屋 去想搬屋的事 在這段日子看著時間越來越緊迫 我的壓力也是越來越大 因為我屬於那種事情未解決好 就很容易緊張的人 整個人很繃緊 所以大家在IG看到我最近很多食物的故事 除了真的沒有時間煮東西之外 就是我想位置一下我的小心靈 但是我發現這個壓力除了影響了我的心理之外 心理也發生了一個以前未遇過的問題 就是我洗頭的時候真的脫了很多頭髮 大家應該以前久不久都會聽到我說我沒有掉髮 沒有脫髮的問題 但是這次終於被我遇上了 我終於明白大家口中洗頭的時候 一束束頭髮脫出來的那種情況和心情 因為不是一兩條腳 是你一梳十幾二十條頭髮在手裡 脫到個人心都瘋了 大哥從來未試過的 我就將這個煩惱和我媽媽分享 她叫我試一下用她平時用的洗頭水 因為她用完之後 是說對於改善脫髮是挺有效的 也挺搞笑的 因為平時是我介紹產品給她 今次反過來她告訴我 有什麼好用 我就儘管去試一下 又真的好了很多 所以我簡直是將她帶去韓國旅行使用的 大家在Packwithme的影片都有見過旅行裝的 就是Return的肉髮洗髮露和蛋白護髮雨 她們都是日本製造 用了十大毛添加的溫和低敏配方 整份安全是連孕婦小朋友都可以安心使用的 我看回資料 Return的肉髮系列 和其他同類型產品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她們專門針對毛乳頭去改善頭髮 效果會更加明顯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毛乳頭這個 term 原來她是頭髮的根部 可以為頭髮的生長提供營養 掌握頭髮的生長周期 所以是生髮脫髮一個很關鍵的元素 如果毛乳頭受損提供不到營養給頭髮的話 頭髮就會越掉越多 而且毛乳頭會左右白髮的生長 如果毛乳頭是健康的話 白髮也會生少些 而這支Return肉髮洗髮露 含有16種氨基酸 是頭髮的最佳養分 還有很多種草本成分精華 可以淨化皮脂透油 減少因為油脂殘留而造成毛囊阻塞 令頭皮更加有效放鬆 令成分可以直達頭皮的內層補給水分和養分 同時保護毛囊 免受環境污染物和熱力損害 她是沒有化學起泡劑 洗完頭不會覺得很乾或痕 還有她有日本政府認可的活髮成分 可以激活毛乳頭細胞 從而改善血液循環 激活毛囊 增強毛髮生長 可以強化頭髮纖維 令頭髮更加豐盈 而另外這支Return肉髮蛋白護髮乳 和平時的護髮素有少少不同 除了可以塗在頭髮 因為成分天然 還可以用在頭皮滋養頭皮 減少吊髮 亦可以保護頭髮免受熱力的傷害 再看資料 裏面有三種不同分子大小的肉髮蛋白 減少頭髮開叉打擊 令頭髮更加順滑 我覺得除了這件事之外 就是我頭髮由11月染發到現在 還未開始變黃 我覺得它比起一般的洗頭水護髮素 是沒有脫色脫得那麼快 因為很容易大約一個月左右 就已經開始變食了 變得很不均勻一塊塊 但這次沒有 所以我覺得它在頭髮免受外界侵害 這方面是做得很好 是看到的 它有個技術叫做Works with heat 是可以強化毛鱗片 提升水分和修復毛髮結構 為頭皮深層排毒注入營養 促進頭髮健康生長 我自己用了一個星期開始 你會感受到洗頭的時候 沒有脫掉那麼多頭髮 不會還是一注二十多條 然後到現在我用了也有一個月 是再明顯了 無論是洗頭的時候脫頭髮 然後梳頭 和看地下脫頭髮的情況 都是好了很多 而且用它們洗完頭 頭是很輕的 因為有些護髮素 你用完之後會有一種 焗著焗著 然後很快頭髮又會黏 這個沒有的 它是保持著很輕盈的感覺 我也是挺喜歡的 以前用護髮素 我習慣是塗在頭髮中間對落的這些位置 但是這個可以塗在頭皮 不需要害怕 不小心撞到頭皮 會阻塞毛孔的問題 所以這次我洗頭水 再加上護髮素 一起用 雙管齊下 終於搞定了 解決了我突發脫頭髮的 這個小小問題 都不少了 因為一開始不要開玩笑 是很害怕 心很慌 是不是有什麼事 擔心了很久 所以這次是很開心 有這個機會 剛好可以跟大家介紹 如果大家對Return的肉髮系列有興趣 我會把資料放回Infobox 還有最近他們都做優惠 由1月6日至26日 買Return肉髮洗髮露 和蛋白護髮魚 有兩件八折 平均每件是159元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今天我預約到一間很難很難很難預約的餐廳 聽說是要半年前就預約的了 所以我決定要拍片和大家一起去吃 大家猜不猜到我現在在哪裡呢 這個位置 是哪一間餐廳呢 待會就會知道了 餐廳就在Rosewood的五樓 哇 真的預約了很久 算是預約到 大家應該有看IG story 看到我分享過的 我通常來這裡是吃過西班牙餐廳 Soso Bay Fair 然後吃過Blue House 這次終於可以試其他餐廳 好興奮啊 Bay Fair Soso 原來我剛剛說了Soso Bay Fair 我調轉了 在一模一樣的地方 但我平時沒有留意它 進去Bay Fair Soso之後 就轉了 就來到Chart了 今天我們要吃的餐廳 一進來的感覺是很光滑 還有很香的印度香料味 然後它後面的褲長很可愛 一個就是Lunch Menu 另一個就是他們的Tasting Menu 前菜我們Extra 叫做這個非常經典的大樹菠蘿 其實我是不吃大樹菠蘿的 但每個人都說很好吃 我就忍不住叫了 原來它下面那麼多的 它下面原來是這麼長的 它很好吃啊 你看裡面是咖喱 它完全沒有大樹菠蘿的 它真的像有肉 但裡面是沒有肉的 然後前菜我們就選了一個雞 和這個應該是和牛的麵豬燈 先切了 哇 我看到你的顏 它一進去就化開了 但它不是肥的那隻 它中間不是和牛那種很高油脂 但可以做到入口即溶的效果 然後煮菜都來齊了 首先有這個羊 我記得的菜單是寫說有用到咖啡去煮的 然後後面就會是他們很有名的 豬肉 然後有這個是薯仔 後面的醬也是用到這碟 這個羊肉是超級香 整頓飯都是超級香 而且它不像剛才的牛肉那樣入口即溶 它是有咬口 但是你不會黏牙的 亦都不會覺得韌的 是有彈性的感覺 打開薄餅給大家看 裡面全部都是黑松露醬 是很慷慨的給我們的 我懷疑它除了黑松露 還有一些松露油在上面 它很香啊 哇 哇 哇 好高啊 我覺得很值得 我不喝咖啡之後得到了這個表現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這裡這麼難預約 因為真的很好吃 以米芝蓮餐廳來說 它的價錢算是合理的 不是誇張地貴那種 可以給大家一個小小的提示 我是1日早上9點上它的預約網站搶位 其實當時已經很充滿了 但是也會比較有機會開放一些被取消的訂位 記得看到的時候千萬不要猶豫 你要九秒九填所有的資料 因為真的遲一秒都會沒有這個位置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今次的weeklyvlog 告訴我你喜歡一日一星期還是一個月這樣拍vlog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下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下午3點和星期日下午12點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